各位念讲的父老兄弟们 大家好 云轩今年许岁数七七八岁 我们大家都已经进入所谓医生的高龄期间 云轩这些年来不幸得了两个血管和血压有关的毛病 一个是心脏阻塞毛病 第二个是脑瘾血 我愿意把我这个痛苦的经验报告各位做个参考 云轩这些年来犯了中国人共同的毛病 好起猪肉 而且要起非猪肉 哄小蹄膀 哄小肉 要酥油炒菜 因此我的血脂肪就高了 犯了百姓不衰的毛病 不仅我个人痛苦 我家人也受累不沉 我一直在这些特别呼吁 血压病可以防范的 每天要注意自己的血压 量量血压 来预防各种血管病的发生 我个人的痛苦 我个人的经历 我很肯切地今天讲述了 希望大家注意 鼻祝大家身体健康 每个人都会高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